吃得好一點才覺得有過年的感覺 自然這樣的情況下來掛急診 因為腸胃不舒服的機會就多很多 一面吃得太多 第二 吃的時間不正常 第三 因為準備太多 第二天 第三天就吃前面沒吃完的東西 食物重複的烹煮 或者是有些說你覺得這些菜我中午沒吃完 晚上又馬上要吃 不要放冰箱就放桌上 冷盤 沙拉的你就不會再加熱 持續吃最常見就是會有金黃色葡萄球菌 或是有些食物本來就有污染 有大腸桿菌這種細菌性的腸胃炎 初二 初三到正式門診開始之前 大概都會突破200位 大概會增加一層至兩層 平常吃的時間不一樣 或是因為沒事第二天不用上班 要睡得很晚 所以平常我們叫病人要三餐規律吃 這一點就沒有辦法維持 第二清淡氣氛飽 這個也不可能 因為過年當然要吃豐富一點 打破這種均衡的狀態 通常肉類會比較多 那有些說過年總要炸一點年糕 或是蘿蔔糕 這種油炸的東西也比較多 大概吃的量就是平常的一倍以上 所以當然胃腸的不舒服就很常見 過年當然要喝點小酒 過年當然要喝點小酒 再喝酒這三種因素 吃太多吃甜點加喝酒 那平常有胃酸膩有問題的朋友們 這段期間你就要多多照顧自己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觀念 過年的時候要吃得健康 將家人團聚才能夠過得愉快